左胸部里面隐隐作痛是什么原因 书文医生特药专家 公敏西安市中心医院 心血管内科主人医师 胸痛是临床上常见的症状 那么引起胸痛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第一个是心脏 那么心脏的急性梗 足脉脚层 心包炎等等这些会引起胸痛 第二个就是胸肺或者胸脏 胸膜的或者胸臂的一些疾病 比如说我们的骨折 脑骨骨折 胸膜炎 肺炎等等 第三个就是消化道的一些疾病 比如说反应食道炎等等 第四个就是 比如说一些胸膜的一些病 比如说肋筋神经痛 还有一些软阻子的损伤 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比如说过度患期综合症等等这些 那么对左侧有隐隐的作痛 那么这个我们首先要区别一下 他疼的位置 疼的性质 诱发因素 以及持续时间 有没有其他伴随症状 那么对于胸痛来说 他严重的疾病 比如说筋心梗 足脉脚层 这些都是心内科的极未重症 需要马上积极的处理 他可能会危及生命 那么对有一些胸痛 比如说我们的乐心神经痛呀 或者有些过度患期综合症呀 或者紧张焦虑引起的 这些我们可能不需要特殊处理 因此出现这个胸痛的时候 我们建议到医院进诊断 避免把一些中微的一些疾病误诊呢 但是如果说隐隐作痛 那我们首先不用紧张 我们可以先观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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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